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淡江大學張聖雄老師 那今天我要來跟各位介紹 車輛在幹道跟知道路口的路權 那所謂車輛在幹道跟知道的路權指的是說 當我們兩車在一個路口相遇的時候 如果沒有紅綠燈來幫我們指揮的時候 那麼到底誰可以優先通過 既然我們剛剛講說幹道跟知道 那首先我要跟各位介紹到底什麼叫做知道 要判斷你是不是在知道上面的行駛 可以利用標誌或者是標線或者是號字 比如說你如果在路上面看到這個讓的標誌 或者是停的標誌 那就表示你是行駛在知道上面 或者在地面上面你看到一個倒三角形的標線 或者是一個停的一個標誌 那麼也表示你現在是行駛在知道上面 另外一個判斷你到底行駛在知道或幹道的方法 就是看上面的號字 如果你今天看到的是一個賞紅燈 就表示你現在行駛在知道上面 如果你今天看到的是賞黃燈 就表示你今天行駛的是幹道 那如果是行駛在知道上面 原則上你應該讓幹道的車先行 另外也可以用車道數來判斷幹知道關係 判斷方式 掃線道讓多線道 車道數量較少支車輛 應讓車道數較多支車輛先行 好那我們就來看看 如果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之下 同時有兩輛的執行車 那到底誰可以優先通過 這裡面沒有號字來指揮紅綠燈來指揮 那麼到底誰可以來優先通過 首先我們必須要先判斷說 到底A車跟B車哪一個是行駛在知道上面 那麼各位可以看到 A車行駛的路線上面 它有一個倒三角形的讓子 那表示說 A車是行駛在知道上面 所以它應該讓幹道車的B車先行 熊平安我剛剛已經講了幹知道兩輛執行車 他們的優先的路權 那我現在又要再考考你喔 在現在這樣一個狀況的時候 A車跟B車到底誰可以優先通過 如果你今天看到的是一個閃紅燈 就表示你現在行駛在知道上面 如果你今天看到的是閃黃燈 就表示你今天行駛的是幹道 我想看看這題要選B車 知道上的A車應讓行駛在幹道的B車先行 接著我要繼續考你這個問題喔 這個很難喔 來你看看現在這個圖形的時候 到底A車還是B車可以優先通過呢 我知道 答案是B車 知道上的A車應讓行駛在幹道的B車先行 答得非常好 那我接著再考你這個問題 看看怎麼樣喔 看看這個路口 它同樣會有一個轉彎車跟執行車 A車跟B車到底誰可以優先通過 你可以告訴我嗎 要選A車 知道上的B車應讓行駛在幹道的A車先行 所以剛剛講的阿我們特別再強調一次 如果幹道車跟知道車同時到達一個路口的時候 那麼知道車都應該要讓幹道車先行 不論說這個幹道車是直行的車還是轉彎車 這一點一定不要忘記 好那我們接著來看這張圖 這張圖呢 兩個車子同時到路口兩個都是轉彎車 那雖然是如此我們仍然要先判斷說 到底誰行駛在幹道 誰行駛在知道 那麼從這個圖上面來看 B車呢它是什麼 閃紅燈 然後A車呢是閃黃燈 所以我們知道B車呢行駛在知道上面 A車行駛在幹道上面 所以知道車的B車應該要讓A車先行 好熊不熊安那你來告訴我 這張圖A車跟B車到底誰可以先走 老師我知道我知道很簡單要選A車 知道上的B車應讓行駛在幹道的A車先行 嘿答對了 完全正確 兩部車都是轉彎車 但是呢B車它的行駛路線上面 有一個停的標誌 表示B車是行駛在知道上面 所以應該要讓幹道上面的A車先行 好最後我再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如果它兩輛車呢像這個圖 兩輛車行駛在對向的車道上面 那到底誰可以優先行駛呢 是A車呢還是B車 那因為它們兩個都是同時在對向的車道上面 所以不論是在知道或者是在幹道上面 它們都是相同的 那麼這時候我就回到大家很熟悉的轉彎車 應該要讓直行車先行 A車呢是轉彎車 B車是直行車 所以我們應該讓B車直行車通過以後 A車才可以繼續通行 大家再看一下這張圖 這張圖呢兩輛車都同時行駛在製造上面 一部車是直行車 一部車是轉彎車 那因為它們同時直行駛在製造上面 所以兩車在幹製造這個層次的判斷上 優先順序是相同的 接著就來判斷說 轉彎車應該讓直行車先行 所以轉彎的A車應該讓直行的B車先行 熊平安再次叮嚀 如果行進路口 看到以下標誌、標線與號誌 代表行駛於知道 若兩車分別行駛在幹道與知道 無論雙車行駛方向為何 知道車度應讓幹道車先行 若兩車同為幹道車或知道車 此時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 更多資訊請上168交通安全入口網 就是將車財心方向為重景 twenty-one-one 這一點應該是大家的 這是給予支援的 提供財進行車